好 清楚明白 非常重要 酒精如何自製 口罩如何重複使用 欢迎台大化工博士谢介阳 武士你好 欢迎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从酒精开始 这个是台糖官方的版本 现在因为75%的酒精 它就是买不到 对 所以自製你是觉得怎么做 基本上要先跟观众朋友 讲个概念 浓度在70%到78% 都是有用的 没有均力一定要75% 那如果知道台糖这个配单 是没有问题 但是以居家来讲 我想大家碰到最麻烦的是 家里其实不像实验室有烧杯嘛 对 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三比一就对了 就是三份的95%的酒精 加一份的水 三份95%的酒精 加一份的水 那95%的酒精 基本上现在你去台酒买 理论上应该还有 那大家也不用团太多 一瓶其实很够用了 那以家来用的话 其实你找任何一个容器 比方说像我今天拿的是一个 常用的容器 它的容量大概是100ml 那你就先倒三份的酒精 先倒三份的酒精 对 那通常我们一使用来讲 用喷雾品比较方便 所以待会就会直接倒进去 好 因为现在在酒精不足的情况下 仔细看博士 我们编口数 倒满 就是倒一个固定的刻度 像我现在倒这条线 就在这条线 然后就把它倒进去 任何一个容器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固定的比例是三比一嘛 所以你就是三份酒精 加一份水 那这样配出来的话 浓度是百分之七十一点二五 好 对 那也是可以落在范围内 那其实你要弄 四份加一份也OK 但是我为什么会讲三比一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省着点用 对 这样子可以用 配出来可以比较多 我们供体时间 没错 在酒精不足的情况之下 对 这是第三杯了 对 这第三杯 而且你还拿了一个 我们平常喝的一个小罐子 对 就是水手可得的小罐子 其实都可以 没有拘泥说一定要什么东西 透过间接的方式 对 把它给倒进去 然后水的话 其实大家各位民众不用担心 自来水就可以了 自来水就可以了 不需要蒸溜水 不需要灭菌过水 自来水其实就很够用了 继续 那这样子 刚好是三份酒精加一份的水 那盖好之后 简单摇一摇 其实就是一个 百分之七十一点二五的酒精喷雾 这个就是干洗手了 它不是干洗手 干洗手我们会配胶 但以聚焦来讲还好 像我们现在这样喷 然后这样子搓一下 其实它杀菌跟消毒的效果 就蛮不错的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对 这个就是在我们平常 买不到酒精的情况之下 对 买不到七十五%的酒精的时候 其实用这个方法 可以很简单得到一个 你可以用的酒精 那三比一级浓度就够用了 对 现在理科太太有说 乙丙醇加水也可以 对 乙丙醇的杀菌效果 其实比酒精更好 但是乙丙醇它的刺激性 高一点点 那比例一样是三比一 对 那酒精的好处是 你可以直接喷在手上 你可以在餐具上做简单消毒 那如果说 你有些家长他比较细心 或他除了肺炎之外 他很想要去针对肠病毒做消毒的话 其实用漂白水也很不错 那漂白水的比例是一比一百 那大家想说一比一百怎么弄 其实我相信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 爸爸妈妈应该很 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 你去看完小儿科 小朋友的咳嗽药水 对 对不对 那这个烧杯其实很好用 你大概到刻度 到十cc的漂白水 就是一般用的漂白水 这都可以 到十cc的漂白水 加一公升的水 十cc的漂白水 加一公升的水 就可以拿来擦地板 拖地 那因为是漂白水 所以用完之后 如果你怕小朋友碰到的话 可以用再清水再擦一遍 那这样其实杀菌的效果就很好 非常重要 现在实名制 一周就有两个口罩 我们共体时间 对 口罩如何让它复活 可以重复使用吗 要先讲 就是一个三不一样的概念 很重要 如果你健康的话 你在一些 不是密闭的困難 你不用戴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生病了 或是你进出医院 那口罩当然是要丢掉 但如果你不是 你只是因为要搭捷运 坐公车要戴的话 你是健康的话 其实口罩戴的会臭 主要是因为那一层 接触我们自己的口水 你可以用卫生纸 垫在里面 然后你到后 把卫生纸换掉的话 其实就OK了 当你觉得卫生纸 不够透气的话 其实纱布也很好买嘛 对那纱布 你记得不要整片 你可以把它 把它开来变这样薄薄的 放在里面 对 这样垫起来比较舒服 好方法 对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里面这个 你觉得用了一阵子换掉的话 这个口罩只要外层 对外这一层没有破损的话 它也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我请教一个问题 我能够把这个酒精 这是你刚刚调配好的酒精 我能够把它喷在 外层之后 然后再把棉片放进去 再戴 这样比较能够保护自己吗 可以 可以的 其实内外层都可以喷 但我们建议用喷的就好 你不要把它整片浸湿 因为整片浸湿 我们不确定它 口罩内层那层过滤层 会不会受水 包含内层 我们也可以用酒精喷它吗 口罩其实有分三层 外层 内层还有一个中间层 你内外层都可以喷都没有问题 我们不建议整片浸湿 是因为整片浸湿之后 我们不大清楚中间内层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内外这样简单喷 如果你本来就没有生病的话 这样很OK 一个口罩前你大概戴 就这样换一个礼拜 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内外层我们就简单喷它 对 喷完它要干啦 但你马上戴上去 你吸进去就是酒精真切 这样酒测就不会过了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讯息 就是说我们这样喷完之后 我就把它晾干 对 用这个红外线 还是什么紫外线去照它 基本上紫外线 居家紫外线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百分之百 但有照当然有保闭啦 但是基本上喷完酒精就够安全了 然后如果你真的怕的话 其实加热也可以杀死肺炎病毒 可以用吹风机 吹风机把吹干 吹出来热风机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 酒精喷雾喷一喷用吹风机吹干 就可以用了 酒精喷雾喷一喷 吹风机吹干 对 但你内层的那个内层还是要换 对 尤其中间有一个棉部 真的是太重要 容我三十秒太重要 也就是说拿到口罩之后 外层可以先喷一层酒精 然后里面放一个棉片 或者是卫生纸 那个是可以拿掉的 对 就因为接触自己的口水 假设你只是坐监狱 没有要特别进出医院的话 回家口罩可以重复使用 酒精前后再喷一喷 可以把它亮起来 或者是拿吹风机把它吹干 是的 一周两个口罩重复使用 共同时间 其实一个都很够 有只要 但重点是外层不能够有破损 因为外层主要是 去防止别人的口水 喷到你脸上 只要外层没破损都OK 好 谢谢博士 团队 你